你们为什么每次打完了以后回忠会接不到下一排 就是你们准备的动作不对了 打比方如果你挑完球了以后 你前后站变成对手杀你左右两边的时候你没法转身 所以很多球一挑完这样一站 当对手一杀来不及就去接 所以当你们挑完球了以后 这个球是往上飞的选择平行站 这样的话变成对手一杀了以后 你可以快速的左右移动 所以他的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你挑完平行站才一杀 你可以很好的去接杀 这是第一点 只要球往上飞就平行站 再来如果你回放了 这个球它是往下走的 你们就不要平行站了 你平行站当对方回放的时候 你就没法往上了 所以球往下走了以后 你们前后站 所以这个时候当对手回放的时候 你可以更好的再往前移动 所以他的感觉是这样的 放了前后站 这样你就可以很好的前后移动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选择 对的这个回忆中的这一个站姿 往上平行站 往下走前后站 就这么简单 广义让广大的球友收益 有什么有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圈 和我深度教练